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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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得哭泊 我抖那一碗 开心的你是哭什么哭啊 一路情绪勒索台湾人 你够了吧你 当初南铁反东仪 他们是合法的家园 他们的哭泣 你看到了 你听到了吗 你有为他们流过一滴眼泪吗 你看到他们的眼泪了吗 你到底哭什么哭 我们这些南铁居民 何尝不是如此呢 不是在那边住了几十年 甚至住了好几代 那他们的感情 又难道就不值得被珍惜吗 他对于南铁居民的家 他是什么样子的态度呢 当南铁居民在跟他讲说 这些房子是他们的记忆 他们的爱等等的时候 赖青的表示 就是弄金钱 蛤 找家里违建被拆的 全部一起去赖青老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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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前在靠后面 在笑 你有看到吗 笑得哈哈哈哈 你看他在靠啊 哭得好 主席 你哭我们就当选了 做一个总统的 大副席就在靠靠靠 民国92年你要征建 就是要申请建造 但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申请建造 所以当然就是违建嘛 如果他连他家是违建都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他这几年是到底在干嘛 混吃等死哦 知法玩法不守法还装傻 太可怕睡也不用绞 这种人要想要当总统 呸啊 坐等现场直播 那个是新盖违建 不是原来的旧违建已经改建了 缴税的记录到现在是不肯拿出来啊 所以这个问题 我认为已经不是违建的问题了 是诚信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哭 两次哭 国家领导人动辄老泪纵横不必啦 一码归一码嘛 该不该 这个房子到底是合法违建 非法违建 是不是违建 然后到底有没有交地价税 房屋税 需不需要交 那如果需要交到底交了没有 这就是把证据摊出来就好了嘛 我觉得真的不用哭了 我们在武蛇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 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凶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凶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